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尽量往上考 不大喜欢胡乱发挥 但说他们更关注历史 那倒也不见的 只是他们既然有且仅有一点读写能力 便很以这种本事为自豪 所以能够接近正史 乃是有文化的证明 他们若生在今天 大概就是喜欢盯着古装剧挑历史错误的人吧 至于正史本身也可能会错 他们就不关 新了 另一个是民间传统 如全乡三国剧品化和许多人杂剧 都属于这个传统 这些作品主要面对不能阅读 通过听书看戏来获取信息的受众 价值观和趣味自然 也和他们更加接近 所以他更看重的道德是忠义 忠不是儒家的忠 而是一种更具体的人身应付关系 义也不是儒家的义 而是通常所说的江湖义气 另外就是 他们有火辣辣赤裸裸的富贵欲望 如原杂志桃源结义 写观张见刘备实为贵相 就请他喝酒 刘备大醉后出现异象 关于 兄弟 你见吗 他侧握着 面目口中钻出条赤绿蛇 望他鼻中去了 呀呀呀 眼内钻出来 入他耳中去了 兄弟也 你不知道 这是蛇钻蹊跷 此人之福 将来必跪夜 等他睡醒时 不问年纪大小 拜他为兄 你意下如何 所谓不问年纪大小 拜他为兄 这分明是西门庆热节 时兄弟的吊吊了 这个传统的另一个兴奋点 是武力崇拜 所以喜欢写智商硬商 而是有无比的人物 说唐 丽又李远吧 残唐五代 丽又李存孝 而平化三国李 张飞 也属这一类 曾几乎是一人之利 平定了黄金之乱 至于单挑打的吕布 赵云落荒而逃 那也不在话下 三国演义与其说是两个传统的极大称之作 不如说是史传排几名间的差物 有人喜欢拿去说更接近罗冠中作品 原貌的嘉靖本和毛 嘉父子的批评本比较 强调两者的区别有多大多大 其实 若把更早的各种三国故事也拿过来放到一起看 就可以发现嘉靖本已经删除了不知多少 惯例乱神和急功建立 两个版本是在往同一个方向上努力 毛皮本只是走得更远 进一步巩固了史传传统的胜利过时而已 所以历来的著名文人 必是三国演义也就很好理解了 大文豪有的三观不正 对正视也没什么经验心理 所以演义引以为豪的忠于正视 在他们看来反而是小家子气 文豪们的语言修为自然是极高的 对不文不白的半调子文风 更加瞧不上 总之 演义努力追求的东西 都刚好落在他们的鄙视链上 而水虎是白话 现香湖 这是用新文体讲述新故事 对文豪们反而有陌生化效果 影像自然好很多 现代有的人就刚好相反 看三国演义这种解义文言 似懂非懂见格外有高大上的感觉 这种种水谷清三国的倾向 从明代一直延续到鲁迅 胡适一辈 鲁迅论三国 留下了显远被知强厚而思维 撞诸葛之多之而竞仰这样的景句 世翁喜欢关羽 恰恰是演义 历历时转最远 而最具民间细味的形象 不过胡适对诸葛亮守战群如那一段 评价是令人欲偶 还是让人有些奇怪 作者为诸葛亮设计的台词 只是少显逻极混乱 而又自我膨胀而已 实在是小文人潮态 这就要图 未免槽点太低 大概 胡适见过的争辩太多 知道大多数争论都是无结果的 要说服别人 不可能像演义描写的这么容易 作者系大学教师 历史学者